ディレンゲ 哎喲,妳放心拉 我已經來台灣玩過很多次了 這趟旅行就放心的交給我吧 我會告訴你什麼東西該注意 該怎麼玩 哎呦 只用在繳錢了啦 我們整個旅行中的車資 攤費 住住費 都已經包含在我們繳的團費裡啦 而且啊 除了一文活動之外 導遊也不可以再推銷其他需要花錢的自費行程喔 就算是臨時有事 中途要離團 也不可以再多收錢 講清楚了嗎 哦 我也有注意到耶 這樣的話有些行程可能要取消囉 像阿里山 太魯閣這些地方 如果是因為安全因素的實行管制的話 是可以變更行程的喔 人家導遊也是因為考量到我們的安全嘛 你還敢問我怎麼了 跟你出來玩真的很累耶 都叫你好好跟著團走 聽到我的指示 你還是到處亂跑 像上次在過馬路的時候啊 你幹嘛 危險啦 你沒注意到紅燈嗎 要遵守交通規則啊 還有在野柳的時候啊 還有在野柳的時候啊 小心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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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點進來 小心點進來 不要稍微紅燈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大哥 不好意思 不要空氣 不空氣 以後小心一點 安全第一次 你怎麼可以到處亂跑啦 這裡好像變很危險耶 而且隨時都有風狗浪來把你捲走 小心點啦 在泰魯閣的時候 也是要聽從指示 戴上安全帽啊 在看里賓交接的時候 也不要太靠近 不好意思 其實麻煩你 後退了 謝謝 待會兒里賓要從這邊經過 不好意思 麻煩你 後退了 謝謝 最重要的是亂丟垃圾 亂撿風景區的石頭 還有亂爬別人的景點 古蹟樹木 這些都是不可以的 還有啊 台灣是個自由民主的社會 是可以表達不同的意見的喔 所以我們應該要互相包容 保持冷靜 你保證等一下在日月潭 不會給我添麻煩齁 再這樣子我就不理你囉 不用著急 日月潭的文字杯又不會跑掉 就算你要拍 也要排隊啊 在這個景點 我們都應該要遵守規定 聽從工作人員的指示 耐心排隊也是種美德喔 就像我們上廁所啊 還有搭捷運的時候 也都要排隊啊 等一下就輪到我們了嘛 好了好了 輪到我們了 大哥 大哥 可以麻煩你幫我們拍張照嗎 謝謝 謝謝 剛剛船長講的有好好聽清楚嗎 在船上要遵守安全規則 有些像是頂層夾帆 或是船手這些地方比較危險 是不可以進去的喔 啊對 還有 船上都有救生衣 如果遇到風浪比較大 或是緊急的狀況的時候 都要聽從船長的指示把救生衣穿上 這樣子安全就要有保障 欸 外面鳳梨好像很漂亮耶 我們到後面去看看好不好 喔 這個是中華民國旅行業 品質保障協會所合發的認證標章 在這種有認證標章的商店購物 會比較有保障喔 而且如果有任何問題 都可以在30天內向他們協會提出反應 一般行程所安排的購物點 都是這種瓶飽商店 我在看它的成分還有價格啊 買東西的時候 一定要先清楚的知道它的成分 加工方式還有產地等等這些資訊 食品類更是要注意製造日期 保存期限 還有沒有添加防腐劑 購買珠寶的時候也要注意標價 還有仔細詢問車工進度等等的資訊 在台灣啊 商品還有各項收費 都會用新台幣來標示它的價格 像各大銀行啊 旅館 百貨公司 都可以兌換外幣喔 百貨公司或是較大的商店 大部分都可以使用信用卡 也可以到有銀連卡標誌的提款機提領新台幣喔 一天最多可以提領相當於一萬塊人民幣的金額 啊 剛剛忘記告訴你了 有些東西滿有認證標章的會比較好喔 像農產品有TAP產銷履歷標章 這種可以追蹤到它的產地 比較建議選這種啦 啊 還有還有 我知道你一定很想買台灣茶回去喝看看 可以選有標章的茶葉 有經過認證的比較有保障喔 喔 這個標誌表示這家店不能殺價 台灣大部分的商店都是採取獨二價的規定喔 這是你的統一發票 這個啊 這個是統一發票 有這個呢 表示我們真的有在這邊買東西喔 如果之後有什麼問題要推貨的話 這個可以當作我們的購買兵證 你在幹嘛啊 我不是還剛跟你說不能夠買來不明的東西嗎 像這種陌生的四日推銷的東西 一點保障都沒有 萬一真的有什麼問題了 是找不到負責人反應的 啊 對了 等一下我們要去餐廳吃飯 先跟你說一下 在台灣啊 只要是自己去餐廳或是旅館消費 有些會再額外收取10%的服務費 等一下要記得喔 還有啊 如果你覺得它服務不錯的話 我們可以斟酌給點小費 來表示我們的建議 在公共場所或是旅館這些地方 這樣不可以喧嘩 講話要輕聲細語的 你怎麼還拿著飲料啊 展區內是不可以飲食的 趕快拿去丟掉 還有你的相機 趕快收起來 這裡是不可以拍照或攝影的 喔 這個標示的意思呢 是指這裡禁止吸煙 在台灣 只要是室內或是公共場所 都是禁止吸煙的喔 就算是在旅館的房間內也不可以喔 這樣才不會影響到其他的房客 如果違反的話 最高可以罰新台幣1萬元喔 嗯 不錯嘛 盧姿可嬌 看來我跟你說了這麼多 你多少學到一點吧 這道旅程好充實喔 像阿里山的小火車啊 步道 日出 都好棒喔 你在看什麼啊 這手冊在入境的時候 導遊就已經發給我們啦 裡面有詳盡說明 各種來台灣旅遊的注意事項 還有旅客服務專線 你應該早點注意到的 怎麼樣 這是台灣好玩吧 唉唷 沒關係啦 雖然你又有出很多小狀況 不過都過去啦 玩得開心就好了 對啊 台灣除了好玩的景點 和好吃的小吃之外 我最喜歡的就是它們的人情味了 都讓我覺得好溫暖喔 你說下次還要再來啊 你說下次還要再來啊 當然啊 台灣只來一次哪夠啊 那我們下次什麼時候還要再來玩 明年 太久了吧 我們下個月就再來玩好不好 然後我們大去吃 上去吃的芋花煎 還有芋花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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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芋花煎